穆先生 能有你做我的男朋友 是我最大的幸运 安妮 诶 这么快就完了 再看一遍 穆先生 能有你做我的男朋友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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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看一下啊 别崇美不愿 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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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妮 收拾吧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咱们看到二十三遍了 有这么多遍 没有吧 那你评价一下 感觉怎么样 是这样啊 穆总 我已经非常确认 你和苏小姐在一起了 我再也不敢乱说话了 来了 那要不我再给你写一个 一千字的光后感 那倒不行 八百就可以 再见 穆总 回来 是这样 我呢 给她准备了个礼物 想送给她 您知道 这是我第一次 比较正式地送她礼物 所以啊 想跟你探讨一下 这个方案 送礼物不是有手就行吗 还有什么方案 这个你不用管 我在网上啊 找了一些 看一下 怎么样 我觉得 这个方案嘛 不怎么样 你懂什么呀 也是 你要是真懂的话 也不会总换你吧 好漂亮啊 这些东西给你准备了吗 当然 沐修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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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我啊 所以我就提前下来了 我突然想起来 我刚好有一个那个 电话会议要开 还要十分钟 要不你上去再待一会儿很快 不是 你看这后面 这 这什么情况 什么 什么 什么情况 后面 这 你弄的吗 你说这个 怎么可能会是我弄的 我也不知道谁弄的 清水是谁要给谁 准备今天准备也说不定啊 你赶紧上去吧 该不会是 你给我准备的惊喜吧 是 是 是 准备 真的 是吧 嗯 怎么可能 确定 确定不是 真的 那就好 我就说嘛 这你太土了 跟你那品位 一点都不符合 太浮夸了 这女孩子要收的 根本就不是惊喜 这完全是惊吓 这这 土 土吗 哦 不是你看那些颜色粉粉的 花花的 这什么男人 也是哦 什么年代了 还搞这种粉色的东西 又会实际对小姑娘 不过又不是谁准备的呀 这儿我们就能底下 反正不是我 我堂堂EXPG的董事长 苏锦的未婚夫 怎么可能做出来这种事情 算了 场景已经完全不差了 我们过目一下 你 累不累 有点 给个建议 等一下 我知道 你是第一次谈恋爱 难免呢 会有你用力顾舞 但其实送礼物呢 它讲究的 是心意和实际 形式不用搞得这么复杂 说重点 比如说呢 你可以先让它把眼睛闭上 然后 悄悄地拿出你准备的项链 偷偷地给它戴上 礼物的心意呢 它自然就能感觉到 简单直接 深入人心 好 晚上就这么办 老板晚上想干什么 该不适合苏小姐 喂 这个晚上我要去出差了 出差 多久了 说是要拍一个广告 要不要一个多星期呢 这么久啊 我会想你的 好了 方姐她们都到了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拜拜 喂 喂 喂